我跟妳講 這個謝翼榮辦這個事情 五大荒唐 我真的 我在講 因為我本身原來 我忙著教書我對於台灣的政治 什麼陰謀論 派系什麼的 我已經搞不清楚 我都是聽亮哥在講的 但是我覺得他五大荒唐 第一個 以死明治 這個人死在辦公室裡頭 你要了解 這個事情多嚴重 他就是要你死 就是說 我跟你講 他為什麼沒有在辦公室裡 丟炸彈的原因 就是我要用死來明治 就告訴你 因為檢舉的信函上百封 大家都說這個信凝 簡直把人逼死了 他自己承認他用LINE 每天白天晚上都在逼死 這是第一個荒唐 然後第二個更荒唐的 他假裝救人你知道 叫那個救護車人 針對一個已經死掉的人 在那邊CPR 然後還給他弄成座位 還給他 不能挽白目 對 因為我跟妳講 簡直不是人 起碼對於這個 對於這個施力 就人家的大體 有起碼的尊重 這個都沒有 還搞得有息事寧人弄這個 然後在重目睽睽之下 就把一個死人就做得 有點像是那個 他把它放在輪椅上推下去的 對呀 還不准蓋白布 還不准用主觀的電梯 因為他過了一個週六週日 說實話這個人就是已經不在了嘛 照理說你應該請檢方來驗試 他就是案發的第一現場 他是上吊 上吊還什麼CPR 還急救 那就是案發的第一現場 但他這樣處置 他就不是第一現場 我跟你講這個簡直是 太惡劣了 簡直是連最基本的人性都沒有了 我從來 我們哲學家不能用這句話來講 因為人就有人性嘛 所以我不能夠再講下去 然後第三個荒唐是 到了殯儀館的時候 還找那個靈媒來講說 要走得很安詳 還要大家不要亂講 還要感謝北分屬 這些都是這個謝怡榮 他交代人家這樣做的 你說他寫這個道歉聲明 他提到這些了嗎 我來講這個第四大荒唐 就是這個道歉聲明 我今天花了一杯功夫看了一下 前面講我有這個麻煩 我有什麼大聲咆哮 什麼爛什麼都有 後來講說 我跟他死沒有關係 我的歷史聲明 直接驚呆了 我就覺得說 你剛剛講說這不是道歉 我跟你講 這基本上是辯論的答辯狀 是啊 就是準備打官司的時候 我跟他什麼關係 我跟你講 這個是上對下的這種霸凌事件 大家都以為當公務員很舒服 但你會生氣嗎 人家這樣講沒有錯 因為勞動部雕號報告就是這樣 所以在法律程序來講 我覺得是勞動部雕號報告 那我現在要接下來講 第五大荒唐 這發生在勞動部 霸凌的事情發生在勞動部 勞動部本身的目的就是要讓勞動過舒服一點 公務人員在勞動部裡面工作事情 結果被逼死掉了 不說還前面出現的四大荒唐 驚動了陰界 驚動了陽界 我跟你講他驚動什麼 這個為什麼我今天看到非常奇怪 因為我原來對於民進黨的休止心 已經完全不抱希望了 因為我覺得說他們基本上的話 任何事情都有人支持 動不動就青鳥飛出來了 現在我看到現象 我今天跟學生問 我今天在看了我們台大的PPT 我今天問了很多年輕人 集體憤怒 為什麼呢 因為這件事情真的是超越黨派 因為年輕人覺得沒希望 年輕人講沒有家庭P 以後最大的希望就是當個公務員 千辛萬苦考上個公務員 竟然被逼死掉 還被折磨成這個樣子 那你現在講的話 因為你現在講支持民進黨的結果 當不當青鳥的話 我不曉得有沒有什麼走路公務 但這個都不講 這個年輕人集體爆發 所以我跟你講 完全改變風向 為什麼賴新德會跑出來道歉 賴新德這樣子他為什麼道歉 他發覺年輕人這個 完全完全沒了 我可以擔保 因為這裡頭 今天PPT裡面的第一名 就是這個謝宜良 謝宜良的消息 然後這個消息本身 因為太荒唐了 導致現在結果 這個年輕人通通把自己 將心比性 每一個人都是用這種 在辦公室裡死的 那居然還偽裝成沒死 還在那邊吸皮革 把那邊壓成什麼鬼樣子 不知道 然後還居然跑到便利館 說臨媒說什麼走得很安詳 把胡說八道一大堆 然後自己的話 又自己搞了一個律師來 還說是道歉 我越講越氣 我跟你講 說實際上 然後我覺得後面還有一連串 這個疑似包庇的一個過程 你看到沒有 不斷的改 到最後才進兩大過免職 總統講了 院長道歉了 如何呢 你勞動部告訴我 我沒有問題啊 所以我就是沒有問題啊 我寫這些只是怎樣 讓你們好過一點 結論就是我沒有問題 我沒有講錯 因為你勞動部的報告 就是這樣 要不然如何呢 好事情燒起來了 第一個實力 台灣激進黨等 這個到勞動部前掛黑部 然後你看到 所有綠營當中各式各樣啊 高雄市府也好啊 等等之類的 這個霸凌遍地開花 剛剛岳老師講的一點都沒錯 過去的紅仲秋暗 說實話 會讓很多爸爸媽媽 阿公阿嬤心聲不滿 因為可能孩子孫子在當兵 但這個事情讓年輕人極度不滿 因為在現在這個社會當中 找個好工作不容易 好不容易辛辛苦苦 這個報公務員員特高 考上就想安穩過日子 沒想到當公務員也會被霸凌致死 學發你知道 我今天跟學生在聊的時候 學生講說 這個事情如果是馬英九執政 或國民黨執政的話 那不得了 早就炸翻了 又來真的是炸翻了 現在的話 但是我必須坦白講 這個要炸翻的力道 在逐步的累積當中也不低 我跟你講這個事情絕對沒完 我覺得不能讓他這樣過去 這個是民進黨自己導演的 要不是他內部派系 他根本不會鬧出來 對嘛 你看因為帶頭鬧的是誰 帶頭鬧的是實力 是什麼 是這個台灣基金還看不出來嗎 這些出來就是內部鬥爭嘛 你看那個許明春 許明春做這個勞動部長 做了多少年你知道 20...他從什麼時候開始做 2018年幹到2024年 他幹了6年的勞動部長 他是蔡英文的親表姐 是啊 這個要把許明春就是要鬥他的嘛 鬥他鬥誰就是鬥蔡英文嘛 這個因素就是他內部鬥爭 怎麼會沒怎麼會有 他內部有這麼高 這麼高的人權思想嗎 這些上去現在鬧得最兇的 不是國民黨 對同樣的事情 全部都是民進黨 綠的系統在鬥 同樣的事情也可以傳過水無痕 大事大小 但這個事情有點小 那個綠的已經延伸到 整體的輿論大反彈 連我這種根本不管 南部什麼這件事情 我看都很荒唐 當時我們駐大阪辦事處 蘇啟臣 蘇處長也是在他的這個官社 上吊自殺 那時候社會一樣沸騰啊 可是民進黨為了 為了讓這個謝長廷沒有事 讓這位要踢 他們是一路互到底啊 那有什麼問題呢 到現在一點事都沒有 不過我說實話 如果當時我們蘇啟臣處長的事情 當時蔡英文要決心 有一點良心秉公處理的話 今天就不會發生 這個勞動部再犯同樣的錯 絕對不會再發生 這個六年 他們現在想把注意力集中的 注意到公務機關霸凌 我告訴你我在公務機關上 沒什麼霸凌的 不可能啊 我跟你講我們那時候 公務機關一團和氣 為什麼現在霸凌 許明春什麼料 他可以做部長 這個 這個謝怡榮是什麼料 可以做部長 對不對 他根本就任用資格都有問題 都是不合格 道德操守有問題 誰用他們的 都是民進黨用的 政治分章 他們都用這些人 這一次會爆出來 是他自己內鬥才爆出來的 沒有內鬥的話 就是另外一個大阪辦事處處長 自殺 被民進黨完全壓掉的一個翻版 對 可以把它鬧起來 也可以把它壓下去 民進黨帶風向是很厲害的 他們有論文媒體 有很多政論節目 但是別忘了 這個還牽動到 許明春想選高雄市長 這這麼重要的一個位置 趁機大家就心下牌 好來 我們先進廣告 稍後回來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它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肌膚彈性水嫩 輕鬆複平皺紋 換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 國富路全校精華 精華霜 即刻啟動動靈密碼 U Women 居宏 W Anti günst Head禁於 等我們 客人 這次 致 � ja チ 我們